那么我们居住的美丽宝岛台湾 是不是也被人类埋设了许多控制点呢 那当然咯 大圣您的金斗云一搬十万八千里 我们就一起到台湾各地 瞧瞧基本控制点会埋设在哪些地方 那有什么问题 咱们说走就走 这是风景区的美化点 这是道路客草地内的美化点 基本控制点可以设置在吴派 甚至可以埋设在提岸旁 在荒山森林里 也可以埋设在人行道上 可以埋设在花埔中 这是公园内的美化点 这是最新美化点 哇 竟然会有这么多的控制点呢 人类一定花了不少的钱 可见它的用途一定是十分的重要咯 大圣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们看到的这些控制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由于它们的存在 才可以精确量测土地位置 是所有一切建设的基石 另外人类也利用它们制作交通旅游地图 森林及河川 航海等各式地图使用 如此人类到世界各地就不会迷路了 土地也可以有效地规划 并且可以预警大自然灾害的发生 好处相当多 难怪是人类的土地是寸土寸金 土地价值昂贵 我们找个人类来问一问 到底有哪些地图吧 我们制成的地图有很多种 介绍几种 让你们认识认识 这是地级图 这是交通地图 这是台湾自然保护区分布图 这是台湾公路图 这是台湾土壤分布图 以及河川流域分布图 这就难怪我看到许多人类都拿着地图了 可是我们侯类居住的环境 未来就会被人类给发现 听说人类可是大自然环境的杀手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处境不就十分的危险了吗 为了大自然着想 我们一起到天庭向玉皇大帝报告 二位如此匆忙 有什么大事吗 启禀玉帝 齐天大圣为了猴类居住环境遭人类发现而忧心 此话怎讲呢 玉帝 最近人类测量科技发展迅速 在森林里头埋许了许多的控制点 利用温馨测量老孙的水莲洞 还请玉帝能够想想办法呀 知道了 来人啊 搬一道玉址 基本控制点由人类及猴类共同保护 并请人类增加经费 共同维护大自然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